好 今天李先生也自愿来到了我们的调解现场 我们先有请李先生上场 有请 李先生您好 你先跟大家说一说您今天来的诉求是什么 诉求是我媳妇为了一点点消失突然离开了 大家有点着急的 我想同大家能够帮忙 能把媳妇能找回家 好来过日子 您是什么时间发现妻子离家出走的 晚上天快开的时候 她把小孩叫我闺女了 叫我闺女她得 你把楼上到车里接受 我一看她现在没回来 不在我又赶紧跑过住房里 一看火没有了 我一看就走了 听说她给您留了一封信是吗 对 留了一封信 是我手上拿的这封信吗 对 要拿 我给大家大概念一下 这个信的内容 大概是说 没有信任的婚姻怎么能继续下去 一个女人在一个男人心中什么都不是 生活怎么还能再进行下去 现在你眼里只有钱 还有你的家人 我在你眼里什么都不是 成天说我不好 那我们就离婚吧 我走了 你应该高兴吧 一定要把孩子吃好穿好 反反反复复地提到 在你眼中 你觉得她什么都不是 然后你们互相不理解 互相还有恨 是这样吗 我根本就不是这样的 也许她可能不只做 她如果只做了 可能一件事都不会发办 那我想问问看 她在离家出走之前 有没有什么征兆 是不是因为你们吵了架 或者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第一个反正可能是 如果正如丈夫所说 仅仅是一件小事 妻子为何要毅然决然地 离开这个家 是丈夫刻意隐瞒 还是妻子反应过激 两人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不可调和的仇恶 她兄弟结婚呢 为了一句话 她结婚呢 我老彪都问她 你们啥时候上北京去啊 我修都说来 我不去了 去他们那边 别打死我了 我老彪你得给钱 党都解一句话 别打死你别打死你 别打死你 别打死就行了 意思是他要给决定 随便我修都您 我不当心了 就记住这句话了 刚才过了 过了时间 我们都上北京来了 有一天吧 晚上吃饭去睡觉了 走路抱着 我修都抱着 给爸爸再见 给姐姐再见 啥事也没有了 一天不明 她又赌狼了 对不对 你看看 手为了给她过纸的 就是几个是青天 明天不知道是雨天 也不是青天的 她就前天 实际上就说的 都喉都喉的 都喉都喉的 当时我骂了一句 我问你一遭 是不是找事啊 这对省见的人 都记得写信的 为了她生气 好 大概明白您的意思了 从刚才跟李先生的 对话中看来 李先生对于自己的妻子 离家出走的原因 还是觉得比较突然 可是我们当时 在小评里 也确实看到 李先生的妻子 悲痛欲绝 而且做好了 再不回家的打算 谢谢大家